第十八季 第六集 剛剛看完這麼精彩的三個冰士 接著要介紹的就是 X1 Blue Clothes 大家可以看到本身這個 X1 Blue Clothes 的盒面 和這個 一貫的做法是相近的 不過這次這個 Crossbone Gundam 這些字牙是燙了金 本體都是整個 X1 Blue Clothes 做了這個盒面 Facebook 的官圖 特別是背後那一張 穿著的紈紅還有動態的官圖 簡直是讓人精神來之一陣 到底是怎樣做到的 老老實實 其實今天我們會環繞著這一格的官圖 去分析這件事究竟行不行 看到其實份量也很大 是一個很厚的盒 好 看看這件事 主題 拆下來 看到這個床座 其實都是耳熟能長的 不過反而Flu Clothes 這個字樣就用了燙銀 其實我覺得地台的顏色 不要用這個 好像他們平時的膠窗 白色 白色 黑色都會好些 但現在這個感覺上 很膠的質感上 灰色是這樣的 不過如果想做燙銀的感覺 又不可以用白色 就變了有點 算了 無論如何 大家都不可以用 好 看看整隻X-1 時間關係 我脫了後面的推進器 即是這個核戰機 可以看看本身主體X-1的英姿 跟之前的X-1是大不少異是嗎 我有朋友說過 其實本身之前的X-1跟這隻的顏色是一樣的 不過我沒有自己親身對過白色 但聽到就當作是吧 白色跟寶藍色的部分 舊的X-1的白色是一樣的 但寶藍色的部分 舊的好像是偏黑色 這個是偏紫的 對 這個是藍藍的 紫紫的 還有部分金色的地方 這個版本就改了一個 比較漂亮的銅金色 之前那個類似是 再鮮金一點的 黃金一點的 另外 你見主體上面有些銀色的拉花 你現在見整隻就沒有什麼違和 但你當拍本身的X-1下去的時候 那隻很多的這些拉花 其實都是金色的 就這樣兩個對比起來 其實我自己感覺 我會覺得舊的X-1 那個本體是華麗一點的 嗯 我自己來說 也不討厭這個配色的 因為本身其實 無論marking 或者本身它的白色 和它編了紫的藍色 我自己來說是喜歡的 我覺得它把本體的顏色 帶下來一點點 它是想配合Full Club 之後撞了不要太為和感 因為可能它太多金色 跟那件外甲 會搶得有點厲害 所以它做了一點點的處理 對 好 這個頭應該是新的 多了一條羽毛在頭側面 很漂亮的 那你也是可動 那都巡例 反正現在已經拆了 因為很坦白說 當你真的裝了Full Club 那時候 你都挺難動的 所以現在趁未上裝 就不妨動給大家看一看 是很高的樂德 印象中真正高可動的Method 可能是來到X1 這個數體的時候 才是特別驚 頭就已經沒有說話好說了 GIN 也是有一個拉出色的關節 令它可以大幅度地向前和向後 是大幅度 我這時候有沒有要小心點 因為我看肩膀好像很緊 反而我覺得這個肩膊位置應該對於賽鋼 不是那麼穩定的感覺 但你說是否到了危險的地步呢 又不是 而且它這個金屬肩膊的肩關節也挺實在 所以我又不敢說是一個缺點 因為你扭得多就會鬆 但有多少個會不停地扭 寧願它緊,好過它鬆 對,因為本身你還要拿著穿正狂刀 你變了手的負荷也會很重 相關節 都是金屬的 前面這一節也是可以轉的 好像是由Metal Build開始才有這個前臂 是波上的水平轉 這也應該是Chemical Attack的其中一個手本名氣 沒錯 包括之後你會在類似鐵機口 有一樣的設計 也會是以縮難盡 加上前臂的重型也有那份力量感 有一點油曲 那就可以拍攝一下胸口 然後腰部 有小幅度的向前 在後面它補位補得好 它加上一些花紋在後面 左右 這裡可能要把肩甲推低一點才會很絕 先把它插一下 小心會掛花 因為本身的位置也是很搬邊 而且很緊 噢噢 好 看看這個裙甲 前裙甲 前裙甲 因為我覺得對於它來說 這幫武器失敗太大了 看到本身的關節 是可以跟Robo One一樣 是拉下來 令到它的可動是提升的 所以它的踢腿也是可以犯規級地向上踢 而它膝後的可動很重要 這也是它所謂擺到X1踩著地台 還會很瀟灑 其實剛才的一節 它前面這一節也是可以拉起來的 所以根本 當然好不好看就大家明白了 所以我都強烈建議 我當你動不了這一節 只是動後面這一節 這樣就會英俊很多 腳腕 這裡有一定的可動性 所以不會就著腳裸關節 造成什麼影響 而前腳掌也可以獨立可動 好 可動大致上就是這樣 通常David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腳掌的前面是光面 而後半段是雅面的 這也是很奇怪的 然後也比較難想到為什麼 但是摸下去的時候 前掌是有點凍凍的 我估計前掌可能是合金 但它就有這樣的差異 有些微妙的 好 看看武器吧 好 武器就 對了 來看配件的部分 很多是之前有的 例如光盾 光劍 劍 劍 兩個不同版本的劍的效果 然後 拳套的效果 就是在手前臂外面的技權套 的效果 很多的手型 這個就是 這支槍 手槍前面再套的一顆 這個應該是類似榴彈的東西 然後 就有一個 充電的頭 雖然說是充電 但其實它頭的分別就是 裝在本體上的頭 其實可以拉後面的東西 令到那個口 就有自動的開合 半手動 但是它是連動開合 另外它這個也是一個單眼的角 你就可以拆出來 記得慢慢搖 拆出來就會有一對眼 這個單眼也可以套在原本的頭 原本的頭那個 裝回來就可以出雙眼 另外 就有兩把軍刀 它的刀柄 藏在小腿裏面 也有這條 wire 在後裙甲裡拆出來 其實我自己很希望 這個就直接在後裙甲裡裝著 可以有兩隻爪在前面 但原來不是的 這個拆出來之後 是用手拿著的 很尷尬 很尷尬 我以為是有點像浮油炮 有線空浮油炮那種 另外 就有這些鐵鏈 裝在前盆甲上面 可以後面裝一把小刀 來到Crossbone的主要部分 就是這把槍 這把叫什麼 我說不懂的 這把槍 不用依照介紹 這把的老炮 它的功能上很有趣 其實後半好像是一支普通的光槍 但是前半就加了很多銀行 那我猜這些應該是消耗品 不會過用一次 還是怎樣 最可怕其實是這個 孔雀開瓶式的掃射 是可以掃射的 即是同時發射的 金錢抽 因為重點是 這樣射的 基本上水平是不能錯的 你一開的 某程度上都是很難不中的 這是我小時候玩Diablo的 亞馬遜多重戰的鍋 前面這一撈東西 除了手動之外 後面這裏有一個拉把 這個拉把可以令到 它有自動的 還有連動 對,就是連動出來的 這個很習慣 但其實我猜它的結構 只是它這個 裡面有一塊板 拉住它 裡面的那個關節 就會抽到 它這個單軸 雖然這個結構 不是很複雜 但是它很有心去做 因為其實 要想多一件事 都很麻煩 那我圖裝也很漂亮 一個淡金色 就撞回黃金色 配上主體的色 槍就是一個很輕手的黑鐵 而這個就是一個比較 燒槍色的黑鐵 除了這裏 你可以攪著這個村羽刀 我拍一拍這一邊 本身其實它的基本裝備 都是靠這支槍 不過它好玩的地方 就是見到它正常的雷射軍刀 大家看到它是用了銀、白、金去拼湊的 當然 好玩就好玩在 好玩 本身也有少許位置 可以讓你用手指甲撞出來 哇 合體武器 男人勇猛 哈哈 加上這個滑蛋頭 這個彈頭 就成為了一支 合體的工具 它這個銅金色 我覺得它的配色 應該是很Grain 帶出兩分華麗 好 那真的說回 整件東西 最重要的武器 傳說中 有師兄在網上 出五個水去精 也沒有工業 坦白說 我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全靜狂刀 沒錯 這把刀本身也有一些功能 比如說 前面這個可以打開 你看到打開之後 它補回很多鋁打的細節 另外就是下半部 這個部分也可以拉開 再一次 一開始 你玩可能很緊 所以 試一下 給回一些力 從這些軟的位置 拿手指去拉 然後 前面這一節也可以移動 不過 你要比較廢 狡猶股的資歷 就是 畫面 不是很美觀的畫面 但是 你可以嘗試 跟著它的方向去推移 真的 很廢勁 OK 成功了 你拉完之後 它就會是這樣的 除此之外 還有東西可以玩 它上面這裏 是一顆 細小的東西 向上拔出來 再轉上來 就是一個 微准鏡 來的 這個武器 你會看到 它的部分 的槍柄在這裏 它 這裡可以打開 就方便你 去拿槍 或者拿槍也是 可以選擇打開 這個位置 這樣 武器 我們就在這裏 吸回 那 這把槍除了 可以這樣用之外 這裡有一些小孔 它就有些 效果 其實我這把武器 真的很空殘 看它的效果 這樣就可以 插進去 那些孔位 它就在這裏 除了兩側之外 它還有一個 劍的頭部 也可以把頂部 拔掉 要很小心 這件件 不知道會不會 不斷掉 因為它的尺寸 大概好像 瓜子 大小 你就可以把 效果 插進劍頭部 但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前面這一段 太長 我感覺上 有些微和感 所以 我會比較傾向 用細打的 這個 也不會太過於誇張 因為 其實兩側的 都會 沒那麼厲害 好了 劍就玩完了 是時候 看回主體 它還有很多手型 手型 跟之前的Crossbone 是一樣的情況 就是普通的拳頭 尺寸是特別小的 除了兩對普通的拳頭 之外 全部手的尺寸 都是比較大的 正如是 我們球員分隊 它藏得很深 你只是在背隔 會看到對比 包括底部 明顯看到手指 粗大很多 我不知道 它是因為武器大 所以硬要放大它 還是怎樣 不過我自己覺得 放在身上 也挺尷尬的 感覺 現在嘗試 拿著拿著 也沒問題 跟著 盒鏈 劍 我們選擇用左手來拿 對不起 用錯手 武器 它是紧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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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不紧,它也挺实际的 因为剑,你这样看,它是非常纯粹的 所以,你拿上去的时候 其实它会有些位置会在后面流出来 但它也很好 你会看到剑,前面有一个扣位 你将手向前推,向前推 它的手指刚好可以用食指顶着卡位 令它可以卡住这把剑 它很细心地想起了吸位 也有它的实际用处 之前有位师兄跟我说 应该有一个东西可以帮它托着手 让它可以抓紧这把剑 但我找过没有的 我们回到一半砌 时间的关系了 德哥就把它砌一半了 其实刚才说了 如果真是说要想这个上半身的可动是好一点的话 你是多难可以好好地调校 不过,怎么也好 Full Clove 来说 亦都真的要谈一谈它这套剑 基本上前隔 你将胸口拔出来 拆好它就可以了 没什么难度 不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反而是这个肩膀位 说明书都有解释了如何玩的 不过我想大家留意的是这里 本身这个扣位是刚刚好可以扣到进去 但是你是很难去就力 所以变了一定要托着这个肩甲位 你才可以扣到这个洞里 而肩甲本身是很脆弱的 所以你一定要在底部托一下肩甲 不然不然就很容易产生意外 另外就是这个扣位 因为当你嵌了进去之后 就是要靠 这个扣 扣实 这里的 不过当你扣实了之后 其实某程度上很难拔出来 这个就要靠大家的云气了 扣得出来都应该花了 花了 花了 好,那 或者我先拿开本体 我想解释一下肩甲 好吧 本身其实它也有不少设计了一些可动位 前面这一块 整块 另外两边的开盒 开盒 轻微的 水平转动 水平转 但是真的很轻微的 后面 大同小异 本身 刀也都可以开盒 里面的着色 用了一种暗红色 和黑铁色 本身有个蓝色打底 轻微的 刚才看到 嘉莉对他的肩甲位有些意见 你可以用这个讲解 用右边的肩膀来移动 容易感到一点 除了刚才说的之外 其实它上面有这些小小片的都能够移动 但是一个很限性的可动 而玩起来 其实它本身的尿很薄 你省微大力一点 你不要说大力 你只是想把它扭一扭角度 它已经看到它弯了 所以 如无必要的话 就尽量不要咬它 我们刚才要咬它 也是要用阴力的 这些甲的可动是OK的 但是在它开的时候 你也要小心它两件 如果你有时动得多的话 它这两个位置有机会 共控在一起 那自己要小心 还有 这两件也有另一个烦的地方 就是肩膀 骆头的拳套 套进去的时候 因为它的底部比较好 比较大一点 所以你这两件一定要拉得很开 才可以避开了这个位置 这些位置就要小心玩 而我见有些师兄 其实可能你要很仔细地去看看 它里面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 如果不是有些师兄我见 就见这些位置可以横转 然后就尝试将一些 不能够横转的地方 去做横转 这样就会出现意外 因为它本身这些笋 你看到它 它变得比较薄 所以它这些笋 是比较脆弱一点的 所以如果你向一个 不太好的方向去咬的话 它就很容易会变成了 那这把刀呢 其实我 觉得在这个 Metal Build Full Cloth 里面 是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之前那些好像是没有 这把刀的 我第一次见的 就是盖完后 旁边有两把东西飞出来 这把刀呢 除了下面也有单轴之外 上面这边也有单轴 除了单轴之外 还可以这样向这边 除了这边 其实它这个位置有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 就是它还有水平转 那你就可以 例如 吸收之后 这把又可以飞向前 然后后面这把 就又可以水平转的飞向下 那或者是两把刀向前 这样 其实这个是很有Metal的 我自己 在Full Cloth 里面 觉得 穿夹之后 最吸引的地方 其实刚刚好 就是这两把武器 那 其他的一些比较尴尬的地方 就例如 可能它 穿了袍之外 之后呢 就好像那些人穿了一件 很厚身的鱼褂一样 基本上 你的手 都 没什么可以提起 有点可言的 就是得前臂的一点 所以刚才说 很佩服这个官徒的摄影师 能够帮他拍到一个这么漂亮的盒底 也是官徒的一些Teaser 他是用了近乎睡的姿势 将前臂稍微咬 然后就向一个 向脚的方向开窗 这样都被他拍到出来 真的很厉害 大家都可以看到本身 其实就着刚才说向前 那个垂直动的拳头 你是要第一 拉开了 上面这块隔 再拉起前面这块隔 你才可以做到这个动作 当然这两边是要完全揭起的 我不敢说没有妨碍 但是你真的只可以做到这个动作 那拿着武器 烧不烧灑呢 就另一个问题来的 然后你会发觉 拿着武器之后呢 他是会被他自己的这个拳 顶住了一件甲 他是抬不到这么高的 是 又可以 谢谢 问卿 他一装了这个之后 那个场面就有点尴尬了 他就发觉 他的可动是更加 更加悲哀的 冲着鸡头先 大致上是这样 是这样的 对于隔 其实 不拉武器或者垂直 这样摆 那个感觉就会好些的 你问我 那如果拿穿 穿正狂刀又会怎样呢 咦 咦 刚才的手是对的 索 咦 咦 为什么你能够住呢 哦 对了 我以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孤单的种族者 原来不是 你也有 少少办法可以让他够住的 我觉得可以尝试用外甲去扶一扶 根本我现在正在尝试用外甲去扣一扣 不过 其实他把剑加上效果之后 是真的很重的 而且 刚才也看过他肩膀 你会看到他很多的可动 但是在很多的可动背后 就是告诉你 他的可动的面也很弱 所以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刀固定得到 其实本身我认不住 不要说认不住 其实这两片格 这些位置 都可以偷回一些可动 其实还差很远 特别是向前flip 这一件事 对于前臂的 活动影响是最大的 而且在我的角度 我觉得 例如 我会喜欢这件甲 如果可以回来 很小心 这件甲回来 如果手可以在这个缸 伸出去 我会觉得更帅 因为你现在也可以做到 这样的 但没办法 去做到任何的动作 就是你叫做在这里摄的 因为我自己觉得在这里 是有点尴尬的 那个洞 又不是很够放 然后 在这个洞出来的时候 这件甲被它开得很大 所以 感觉上就不太好 好 今次 X1 Blue Clothes 大致上去 都挺贵的 其实现在都 2800左右 对 订价2480 如果订到的话 不是很大机会 但是 一些人 一般出去订的时候 就2680 还是2650 是一格前的 现在平均是2700 2800左右 接下来的X3 看你又会怎样 不过 没有这一件 那么难玩的 因为其实 你问我 是漂亮的 但是作为玩具 玩就没有那种玩的感觉 也是白雪机那种 给它玩的感觉 白雪机再严重一点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比较 因为白雪机虽然严重 但是它的支架 是出得很精彩 令它支持得住该做的 但是这个就应该 给它支架 让它支架 对 刀 Crossbone就是尴尬在它 它以为自己的结构 能够可以支持得住 但是它支持不住 之余它没有给你任何辅助 那就很令人不同 作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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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